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彭飞 我们今天拿到这台手机 官方称这是一款重新定义 2020年入门机新标准的产品 他拉挂了入门机的门槛 看了开场的电影片段 不知道你能否猜到它的价格呢 诶 是的没错 Redmi 9 起书价只需要799元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给安排 OK 这就是Redmi 9 所有的配置清单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白色套套 然后一个不用读系列 Type-C的充电线 那么Redmi最高支持18W的快充 可是这个充电器 为什么这有10W 手机的右侧呢是这个音量调节和这个电源键 然后在顶部居然是有一个互外线的传感器 底部是这个Type-C和这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另外Redmi 9卡托式三卡槽的设计 可以同时插入两个SIM卡和一个内存卡 实用感很强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个机吧 这是一块6.53英寸的1080P LCD屏幕 采用了经典的水滴全面屏 那么它的分辨率是2340x1080 400nit的亮度 屏幕还通过了德国来因应地量观众证 不到千元的手机配了一个1080P的屏幕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那么我们这次拿到的Redmi 9是6加128G的版本 颜色是墨带青 前面是黑色 然后后面是这个墨带青的主色调 那么背面虽然是这个塑料材质 但是它用了特殊的材意 将其打磨成一圈一圈的小细纹 凹凸有致 繁华耐刮 看起来质感提升了不少 Redmi 9的正上方有四个摄像头 那么除了主摄和广角之外呢 还提供了一个景深镜头和一个微距镜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成像效果如何 另外呢 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吐槽点 就是因为它这个Redmi 9的指纹解锁 是在这个三颗摄像头正下方 所以每次解锁的时候需要去手去往上垫一下 伸一下手才能够到这个指纹解锁的位置 嗯 可能是我手小的原因吧 Redmi 9采用了强新的处理器 联合科780处理器 12nm的智能工艺 设计上采用了2加6的设计 两颗A75的大核 六颗A55的小核 雷总还特意发误博说 这款芯片跑分接近20万 性能相当于高通骁龙835 应对主流端油中等画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在运营QO飞车的时候 画质效能超高 帧率为高 高清显示打开 整圈跑下来非常的流畅 几乎没有卡顿 1080p的屏幕给我的视觉体验也很正直很细腻 道具场景还原也很准确 想和Redmi 9更多详细测试数据 欢迎来快飞机官网查询 Redmi 9配备了520环的大电池 最高支持18W的快充 当作主力机或者是备用机 都有1-3天的续航表现 这个层体还是蛮好的 Redmi 9适合作为备用机或者老年机来使用 一方面手艺的续航能力比较突出 另外MIUI的系统也真的老年用户进行了体验优化 比如大字体 假尼模式等等 显然Redmi 9很懂得入门机用户需要什么 那么在我看来最吸引我的地方 无疑是它6.53英寸1080p屏幕 这也是入门机市场799元这个价位里 久无仅弱的1080p入门机型 此外Redmi 9还拥有520mAh的大电池 只是18W的快充 米昂i12 AI四射 红外遥控 2.4G加5G双屏WiFi 独立三卡槽 智慧分屏等功能 作为一款百元入门机 这个配置确实很良心 即使在你无法直接感受的地方 Redmi 9也舍得用料 799元这个起锁价也确实真香 如果你是买来当作主力机使用的话 我十分建议你 取业入手1199元的这个 6加128G的顶配版本 如果你是自己备用 或者给家里的老人用 那我建议你买799元 4加64G的盖中盖版本 省出来的钱 再买张128G的存储卡 它不香吗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嘿嘿嘿